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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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这个偏向小孩的科学教育的服务 那有这方面的兴趣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 待会我们活动结束也可以跟每个博士稍微聊一下 那今天要讲的主题其实叫做物极必反 好 那因为我们都有看过今天来的小朋友 绝大多数我们刚刚看一下资料 国中就是七八九年级 国中生只有四个 其他全部是小学生 然后还有幼稚园的 所以我保证应该没有学过 牛顿第三英语秘密 对不对 你看 周老师刚刚讲的 你完全都听不懂 对不对 好 所以不用管 为什么呢 从头到尾就只要把东西做出来观察体验 等到你上了中学 老师就会教你什么叫做牛顿运动定律 什么是第一什么第二第三 那个时候再来学 好不好 可是在那之前 你一定要有很多的体验经验尝试 你建立了这些经验 然后你正式在课堂里头学到的时候 你才会有feel啊 才有感觉 所以科学的学习绝对不要忘记 我们科学教育中心的slogan 我们再跟大家洗脑一下 科学亲身体验 创意学习无限 我们不要再用传统的方式指定测验 然后老师讲解立题来学科学好不好 我们动手做实验 OK 好 那各位请将双手借给我 最热爱的掌声 我们再次欢迎美增派系 大家讲话就趴各位了 各位大家好 我叫张美珍 很开心 今天有机会在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些小小的东西 那刚刚朱老师一直讲说 我到偏乡地区去服务的事情 确实是一个我自己做起来很开心 然后也跟小朋友玩得很开心的一个是 未来如果在座的家长们有兴趣一起下山去服务 很需要大家的帮忙这样 不过因为有点远啦 我都往嘉义、屏东、台东 跟高雄这几个地方去做一些偏远的服务 那今天很开心 家人科学广场要玩的东西 刚刚朱老师有讲过 我们的题目叫做物极必反 那物极必反 我用那个极跟原来成语的那个极长不一样 就是我很努力的打他 你就会被打回来 所以我就叫物极必反 其实就是我们国众会学到的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关系 那今天小朋友们不用担心东西会很难 我们阶级是来做玩具 玩玩具、学科学 那全球车来的 题目是这样 那等一下我们要先 因为所有的小朋友 不管是大胺的小朋友都知道 什么是车子 来有没有小朋友要讲 我觉得车子的定义是什么 你说 有动力的 好 还有没有 哪这位小朋友 有轮子 好 还有没有 我们需要有车门吧 车门 可是有些车子没有车门 好 这个好问题好了 其实车子有很多种的不同的定义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有可能有轮子要至少它要会动 可能可以载人载货物或者不同的用途 你看到哪些车子 这个有玩过吧 滑板车 滑板车 对不对 好 还有呢 你看这两个车子都没有车门 怎么办 好 有车门的出来了 然后刚刚有一个小朋友说 什么车 空气动力车 站车 对 确实是有站车 这个是有列条的车子 好 老师会秀这几张是因为它的轮子长得都跟都比较不一样 好 用的方式不一样 坦克车也有 没错 这个是不是坦克车 所以我们的车子有这么多款 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讨论一下车子为什么会跑 好 有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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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器 好 我们等一下一个小小规则 举手被老师点到才可以讲话 其他不然就站在我这边讲 不用举手就可以讲就站在这个位置 好不好 好 OK 好 车子为什么会跑 动力来源 刚刚有第一个小朋友就跟我说要有力量 要有动力 有能源 好 我们最常看到的是引擎 爸爸开车出门 妈妈开车出门 我们开车的时候有一个引擎 引擎吃的东西叫石油 所以它会动 另外有的是马达 今天要让各位玩的有的东西就是用马达来弄 它是电力 还有呢 马车啊 牛车啊 或者是坐在骆驼上 骆驼是车子吗 骆驼不是车子 可是骆驼可不可以拉车 可以 所以它就是受力 好 然后还有人力 像刚刚老师秀给各位看的有脚踏车 然后有手拉车 也有手退车 所以这些车子为什么要有轮子 其实都是为了要省力 那你可以搬东西 可以载人 可以把东西从低处往上拉 或者是高处往上送 这些通通都要 所以车子为什么会跑 最重要就是还来自于它的动力 那今天这个课程 我们要来让各位玩不一样动力的东西的车子 有没有人想到还有其他不同的动力 来这时候可以 又是你 来你说 哈 用空气 空气吼 就是风力 是不是一种动力 可以用风来当动力 还有没有别的小朋友 水力 对 你说什么 水力 水车 然后哪里 光 光 太阳能 这个要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光吼 用太阳能 对不对 太阳能 你要再说一个吗 火力 火力也可以燃烧 没错也是可以 还有没有别的 你说 磁力 磁力 有有磁力 有磁力 这应该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好 所以小朋友 还有哪一位 好 你说 磁能 蛤 核能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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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核能有啦 可是不是用来坐车 你是舰艇 对不对 蛤 蛤 好 那你要说话 电啊 电力 电力 刚刚有说电力 好 很赞 不一样 这个核非发电 好 那个 下一次有机会再跟你讲这个 好 OK 然后我们今天要做的第一个作用 我刚刚说叫做气球车 那气球车为什么会跑呢 我们这样 好 我们的动力来源是气球 所以我这里画了一张图 又一个人 很努力的要把气球吹得很大 对不对 好 那气球的特性是什么 我们等一下就要先 先发一颗气球给各位 好 等一下要发气球给各位了 然后它的气球的特性是什么 还有弹力 张力 空气的压力 还有它的力量的来源是什么 我们要让各位的先来观察一下 因为等下的材料包是一整包发给各位 所以老师会先讲完之后 然后让你的实验 OK 好 那力的方向在哪边呢 等一下就一并 这一天都要列入讨论了 我们一起来看 好 开始我们来设计车子了 好 假设小朋友你在家里 也会思考说 老师用了这个叫做新制地图 我先想车 那刚刚有提到车子要有什么东西啊 哎 我要车架 车架 我要把车子捐起来 对不对 有个车架 车架有不同的形状 有不一样的大小 然后我要把车架做得很稳定 车子才好跑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思考的面向 所以光车子的 从车架来看 有这些要讨论的 然后刚刚有说到车子最重要的一个机构 是要什么 轮子 轮子有不同材质的轮子 它的大小也不一定一样 还有呢 要是两轮车三轮车四轮车 还有没有独轮车 也有可能是独轮车 有五轮 或者是刚刚那个坦克车的轮子 一大堆都有不一样的 所以车子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重要的动力 对 有小朋友要上来讲吗 还没有 还有动力 我们可以手推 可以马来拉 或者是有可以气 今天我们要各位看到 是用气球来当动力 好 如果确定了之后 我们就要把材料包先发给各位了 我们要开始动手来做 然后这一包材料包 今天要做两件作品 所以等一下你做完第一件 比赛完毕竟我们会做第二件 所以你要跟着老师的指示先来做 好 我们麻烦各队的小组长帮忙发一下材料包 好 拿到材料包之后呢 先不要打开 好 先等一等 这个材料包的价格 绝对超过各位缴交的费用 那要感谢我们祝庆祺老师 升起那个科技部的计划 好 那个顺便调查一下 有见过这种机部的同学举手 有家里有的 好 请放下 有人已经说是至高 好 如果你家里已经有这个积木 你带回去可以跟你原来的积木组合在一起 还可以玩别的东西 就可以做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 好 大家可以拿到材料包的举手 好 好 通通有了 第一件事情 老师要先麻烦你把你的气球 有两颗拿出来 先做一个记号 因为等一下你一吹放开之后 会找不到你自己的气球 然后避免跟别人的混在一起 好 有没有 先 旁边有原子笔 你可以用原子笔 你可以用原子笔 先写一下你的记号 好 随便画一个符号 只要记得是你的就好了 来像这样子 好 假设你要画一个新号 就在上面画一个新号 可以 好 或者是写一个数字 只要你自己知道的 简单的就好了 也可以写你的名字 不过他三个字太多了 两个字也OK 不要写过去 好 英文名字更好 好 不要把气球写破了 好 还有谁还没有 我的举手 都好了 好 现在呢 会吹气球的同学 小朋友都可以开始吹 不会了 就麻烦家长帮一下忙 好 好 随便你跳一颗 你喜欢哪一颗 我跳的是小的 来我们 吹完之后 请你手夹着 预备 开始 老师吹不动 吹完之后 口快拭了 好 不要吹破 吹破了拿十块钱来换一颗 没有开玩笑 好了 压住了吗 没办法 没办法 好 果然 爸爸很厉害 帮忙吹得很大根 好 这样就好了 那你如果真的吹得有困难 你可以举手 我们请大哥跟大姐姐 不是帮你吹 帮你打气筒打一打 有没有忍耐 有没有忍耐 好 几手 不要打太多 不要打太多 我自己打 我自己打 现在打好气的 最好的 请你把手拿高 拿这样 阿东正 没气球了 来全部拿起来 拿高 拿高 好 还没打的吗 还有没谁还没打好的 好 我等你哦 好 好 我数到三 大家把它放开 要放开之前 请你注意 请你注意气球是怎么跑的 好的没有 好 預備 好 放开 哇糟糕了 这一个异常混乱 来看这是谁的 好 都找到了 好 然后老师的抱 我飞到哪去 好 好 现在被欧望了 好 麻烦你轻轻放掉就好了 好 来 我要问一个问题 好 刚刚你吹的是 小颗气球的举手 自己吹了 好 请放下 有没有很难吹 没有 很好吹 大颗的 好 你吹的是大颗的举手 好 这个聪明的 请放下 等一下你就可以再试试看 吹大颗跟吹小颗的两个差异 大颗的感觉比较好吹起来 因为他的需要的那个力气 那个张力可以稍小一点 所以如果我拿的是打气筒 那当然就无所谓了 我要怎么打都可以 看你要怎么弄 好 现在各位都已经知道 你刚刚老师给你实验的时候 你把气球放开的时候 气球是怎么跑的 有没有小朋友 已经又再跑一次了 来 你先说 往前面跑 是这样跑还是这样跑 对 是往鼓掌的位置冲出去 是不是 好 这个就是老师说的物极必反 什么点呢 因为气球的末端 一股很强的气流 把它推出去 它就会打到空气中的空气 所以那个力气就把它推了 然后它就往前跑 所以我们今天的气球车 就是要用这个力气 来让你的车子往前跑 所以接下来咯 还请把你的气球收好 不要再吹了 不然你很快就头晕 好 因为老师刚刚吹一下 他就头晕了 好 我们要来动手做了 现在我要麻烦你把你的包包里面 就是塑胶袋里面 只要先 我先拿一根吸管出来 好 吸管 拿吸管就好了 好 吸管 拿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吸管 有一边是尖的 对不对 有一边是平的 那因为我怕你把气球戳破 所以我麻烦你把尖的那端 剪掉一些些就好了 不要让它太刺 剪掉一点点就好了 好 很好 那垃圾要收好 有个垃圾桶在你前面 就把垃圾丢到垃圾桶里面去 好我们接下来的动作就是要装一颗动力 我们没有马达 我们没有引擎 可是我们有气球 所以接下来要做这一只 好 做这一根 这一根就比刚刚好吹多了 可以这样 大颗的比较好吹 这样都可以吹得起来 所以等一下是要这样吹的 好 如果各位到开始来吹之前 先让各位来看一下 刚刚有几个气球 两颗 请你随便挑一颗 自由选择 好 如果你有两组人的 那干脆就一个人弄一种 因为等一下你可以比较看看 接下来要把这个气球黏起来 先不用吹 要黏起来 好问题 怎么黏 桌上有没有交代台 有 好 第一件事情 各位先不要动 气球要把吸管塞进去 那就小朋友说 那我要塞多少才能把它黏好呢 塞个两公分三公分还是五公分呢 好 不限制各位 如果你喜欢把它当实验 你回家可以继续玩 塞一公分两公分三公分甚至五公分 对于气球这样跑的时候有没有帮助 会有没有阻碍 这个回去可以去实验 可是现在因为我们第一次来 所以请大家大约塞两公分就好了 大约塞二到三公分没关系 就让你的气球可以顶起来就好了 好 绑的时候 胶带缠的时候 不要缠太紧 可是也不能让它漏气 为什么老师说表现太紧 因为有小朋友把它弄到后来 塑到都没有办法把气打进去 吹进去 好 那请各位把你的动力 就是气球加吸管先掺好 戴好了 好 如果你已经把它盛好的话 就把吸管拿来吹吹看 然后摸一下侧面边圆会不会漏气 如果会漏气再缠一圈胶带 应该就OK了 我就要问你看看 请问你要怎么检测你的气球 有没有在漏气 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妈妈很厉害 她能把它打气打完 都拿起来听听看 因为如果漏气会有什么 很细的很细的细微的 泄气的声音 对不对 因为之前应该玩过的声音的科学 会有一点声音 如果都 另外一个 我再把手靠进去看看 有没有气从里面跑出来 会有凉凉的风的感觉 有吗 没有 没有喔 好 如果已经完成了 同小朋友们 把它举起来给我看 这样我就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好了 接下来给老师看一下 如果已经完成了 不用吹好 不用吹 这样子摇一摇 我就知道你好了 没有喔 把气球的动力车 已经完成了第一件事情 也就是它的动力 都已经组装好了 好 好 接下来 要开放给各位来实验 可是老师的建议说 我们现在看到 一辆车子如果要跑得快 他自己越轻越好 对不对 因为他自己要冲得很快的话 如果很重 比如说我很胖的人 跑起来就要很大的力气 才让自己跑得动 好 所以老师今天让各位做一个最简单 最简单的气球车 只要用到你那一包材料包里面的 一个长方架 把它叫长方架喔 你先把它一个拿出来 另外 我们会需要两根 两根这个叫做长肘 要一个长方架 然后两只长肘 看到了吗 对 还有一样小东西 还有一个小东西是这个 这个 好 小小的丢签没关系 好 OK 我们的大哥哥很厉害 帮我改成这个了 来给各位看一下这个 这样题 没有办法 是 好 这样看得到吗 好 我要两个 好 OK 另外 我们还有几个 四颗轮子 四颗轮子 好 这就是你需要的材料 请你把它拿出来 那我们先认识一下 这个叫做平齿轮 这个齿轮等一下要当做车子的 轮子用的 这两个是长轴 就是让车子转动的 好 这一个呢 我把它叫轴扣 就是固定轮子的 好 还有呢 这个长方架是我们的车体仪 这样都会了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接下来我要你做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 好 请发挥你的 嘿 就做一台这个 来 这一台 来 这一台 各位看得到哦 很简单 好 唯一的一个关键点在哪里呢 在这个位置上面 好 好 摄影机可以拍这个点 好 很好 唯一的位置就是这里 这个点呢 就是用这个轴扣 这个轴扣靠进去 避免这个车子可以 你看老师把这个拔掉 我把它拔得远一点 你看 轮胎会不会这样跑来跑去 会乱跑 所以你要用靠这两个轴扣把它固定在一起 可是也不能弄得太紧 这样轮子跑不动 所以要一点点松 可是又不能太紧 好 然后确定这样子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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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OK没问题 然后是这个车架就完成了 好 给各位三分钟时间 请开始 好 有三分钟时间 各位来实验看看 好 所以我们就会组装出一台最简单最简单的车子了 技术 好 这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哇,我看到已经有小朋友好了 他拿很高可以看看 来,接下来 我们要固定 你看到我们的播影片上面 我要固定这个吸管的位置 这个也是开放给各位用 因为胶带是可以拆掉再重弄 那我们就要让各位实验看看说 我的吸管要这样摆 这样好,还这样摆,还这样摆 然后等一下你实验就会发现 他其实是有些美感 要去注意就是有些小小的诀窍 那为什么会有诀窍呢 好,我们等一下可以实验看看 等你把气球吹大的时候 你会发现气球太大了 他会怎么样 拖在地上 拖在地上就会形成一个阻力 所以我今天在做的时候 就要去注意这个点 所以你看你在绑气球的时候 要怎么弄才会比较好一点 好,如果没有问题各位可以把你的 本来就是实验 所以我们一定的对或一定的错 先把你的这个东西固定在车架的最上端 好,如果固定好的话各位就吹吹看 如果不会吹的就直接用打系统打 然后我们等一下要邀请 好,邀请前面几组的小朋友 先到路去比赛 好,来,你先把它弄好了 好,弄好之后吹一点点气就好了 你可以在你的座面上实验看看 成功了,好 好,来,你自己看得出来 好 好了,好了,准备摸掉 好,来,准备摸掉 压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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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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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组就是第1排的 第1桌的 第2组的小朋友们 想起 rain 如果你装好了 就先到外面去测试 你们每一个都有测试一次的机会 然后第二次再取一个最好的成绩好了 好,请你到外面排队 要剛好跑到格子裡面才算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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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先不要動 太厲害了 好我們的成績已經出來了 然後我們有四位小朋友獲得十分 第一個的話是第六組的土凱博 請掌聲鼓勵他一下 好 然後第二個是第七組的陳奕凱 也掌聲鼓勵一下 還有第七組的陳姓瑤 是瑤 陳姓瑤 哇好棒 然後第八組的何嘉瑜 OK 一起拍的 OK 好我們先掌聲 恭喜這四位小朋友 好棒